7月11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表调查报告The Uber Fails,披露网约车巨头Uber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透过百慕大和其他离岸司法管辖区公司,节省数百万美元的税款,又以引力技术防止调查人员访问敏感数据。 部署大量税客吸引世界知名领导人以影响立法,甚至利用法国迪士司机向Uber司机施报来博取同情。 此外,有关文件还涉及到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 有关Uber的文件最初被泄露于英国卫报,其后与ICIJ共享,由来自29个国家的180多名记者参与调查,涉及2013年至2017年期间超过12.4万项记录,包括8.3万封电子邮件及过千份文字对话等其他文件。 Uber在文件外泄后即刻发表声明说,Uber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并称,过去发生的事与公司现在的价值观并不相符。 受此消息影响,Uber11日股价大跌,4.52%。 据NBC新闻7月10日的报道,洛杉矶警察局正在寻找一辆丰田Matrix汽车的司机。 据称,这名司机曾威胁另一名司机,并向其喷洒防雄喷雾。 当时,一辆过往的汽车在图洪家的黛街和帕里大道拍摄到了这起袭击事件。 洛杉矶警方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起攻击和殴打事件。 目前,他们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奈良街头演说时遭枪杀身亡,震惊全球。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调查人员发现山上彻野的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有购买材料的历史记录。 此外,还在其房内发现装有胶囊状物品,火药,绝缘胶带等东西的箱子。 这些查获物品与网上介绍制作散弹枪材料的物品相符。 此外,内良县警察局还从山上彻野的汽车上查获多个用铝箔包裹的托盘。 这些托盘长约33公分,宽约24公分,高约5.5公分。 日本警方7月10日以杀人嫌疑将安倍枪击案嫌疑人移交检察院。 俄乌战争已持续了4个月,俄罗斯政府网站7月11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法令向所有乌克兰人提供快速加入俄籍的通道。 法令要求给予所有乌克兰公民以简化方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国籍权。 今年5月,普京曾发出证令,要求在几乎完全由俄军控制的乌南赫尔松地区和部分由莫斯科控制的乌东南扎波罗热地区,为乌克兰人快速办理入籍手续。 7月11日上午,武汉市武昌区卫生健康局通报称,武汉大学确诊一例霍伦病例,目前未发现其他新增病例。 患者经有效诊治,病情已得到控制,症状已消失,目前未发现其他新增病例。 ,病情已得到控制,病情已得到患者论障害。 症状已得到控制,病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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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得到换制,病情已得到反对 病情已得到ạnh 미发生了些论障害,病情已得到永远电凡日位。